迎接2022年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在杜拜办了36场烟火以及灯光秀 大约百万名游客从傍晚开始 聚集在世界最高的哈里发塔下面 欣赏烟火秀 印度西北部一座著名神庙 发生跨年迎新旱事 涌入大批人潮的庙里发生踩踏事件 导致至少12名信徒丧生 20人受伤 神庙目前已暂停开放 12月30日 美国科罗拉多州沃尔德县发生大火 烟火在强风助长下快速蔓延 目前至少有3万位居民被迫撤离 数板间房屋被烧毁 州长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已知这场烟火是因便利线和变压器 遭强风吹倒后的火花所引燃 美国99岁老牌女演员贝蒂怀特 于1985年至1992年播出的情境喜剧 《黄金女郎》中扮演主要角色而闻名 在长达80年的职业生涯中 累计获得8座爱美奖 原本将在本月17日宽度100岁生日 足料却在跨年前传出逝世的消息 新唐亚雅台电视整理报道